周日 世卫组织咨询委员会顾问杰米梅茨披露 世卫专家组赴武汉调查后发布的报告并不可信 已经有压倒性的证据证明 病毒可能是武汉病毒学研究所泄露的 根据世卫组织正式公布的病毒溯源报告显示 病毒非常可能是通过另一种中间动物宿主传播给人类 而从实验室泄露的说法极不可能 4日 世卫组织咨询委员会顾问杰米梅茨 接受澳洲天空新闻的采访时表示 世卫报告不是世卫本身单独调查后得出的结论 而是一个独立咨询委员会和中国同行共同进行的 他批评报告不具备权威性也不可信 他认为任何病毒起源的假设都应该进行彻底调查 而调查团只选择审视动物传人和冷冻链的假设 不愿意验证病毒来自于实验室 梅茨还表示 大量间接证据证明病毒从实验室泄露 而中共从疫情爆发的第一天开始 就开始了大规模的掩盖行动 包括销毁样本 隐藏数据库和其他记录 以及关押记者 世卫组织3月30日的溯源报告 受到美国等14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质疑 多家西方主流媒体也质疑世卫报告在为中共洗白 出逃美国的中国病毒学家颜丽梦博士3月31日也发表了他的第三份报告 揭穿世卫报告误导国际 同时博斥左派媒体将实验室起源理论打上阴谋论标签 新唐人记者王愚鹤综合报道